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头美 大鱼岭是一座分水岭 传说中十月南非的大雁到这儿就回头了 因为大鱼岭以南条件太差 连雁都不肯去 而被流放的宋之问 经过大鱼岭却还要继续向南 真是人不如燕啊 潮水褪去的寂静江面 南方山林的湿热毒气 带给宋之问无限的荒凉寂寞 在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下 他只能望眉止渴 幻想明早登上大鱼岭时 能看到梅花 书解思乡之情 这两句想象 貌似对望不见家乡的宋之问 是一种安慰 但这背后有多少无奈和苦楚啊